南韓最近举行了大阅兵 通常讲到这个韩半岛的阅兵 你都会想到是北韩 这个金正恩呢 哇 你看他这个场面非常的浩大 可是呢 南韩相隔十年后 不输政啊 输人不输政 他们也举行了这个大阅兵 南韩罕见的来举办了大阅兵 要向朝鲜来示威 而且是亮相他们南韩的新导弹 这十年来的首次阅兵呢 庆祝建军75周年 特别选在国军日纪念仪式 那么26号呢就在首尔机场举行 展示的是南韩国产的弹道飞弹 特别是玄武的这个系列 还有呢 研发中的这个 远程地对空的飞弹LSAM 还有无人机 K9自行榴弹炮 以及K2坦克 另外就是冲目 这个多管火箭炮 南韩总统引擎乐呢 在首尔空军基地主持阅兵的时候 特别表示 南韩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而且他说 我们的军队将立即对北韩的 任何挑衅行为可以进行报复 那另外呢 隐形月也说 政府将基于牢靠的韩美同盟关系 进一步地加强韩美日安全合作 进而与友邦之间紧密的团结 形成一个强大的安全态势 可是现在韩半岛最关心的一件议题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核威胁 接下来也看到了 欧苏总统普丁呢 他在金正恩访问之后 他现在也要回访北韩 所以韩半岛的局势 后续要如何来观察 大使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即使金正恩跟普丁的见面 他的指向的这个共同的对象 并不是韩国 也不是日本 而是美国 当时普丁接见这个金正恩 从头到尾六个小时都在 东方卫星发射场 火箭发射场 那就是说 你不发展 你不发展核武器 可是我帮你发展载具 也就是说 你今天有核武器 你没有载具 你也是空的 而这个载具是洲际载具 这个不是打个三五百公里 北韩现在的飞弹 我的了解 从短距离到中射程 到远程 周期飞 它全部都有 可是问题它的大补动 这个打一万两千公里的 这个大家还是怀疑 可是打这个一万两千公里 就针对美国 一旦有的话 对美国是很大的威胁 那现在俄罗斯讲的是 是打卫星的这种火箭 那打个一万两千公里 那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 这个盐平岛事件 本来啪啪啪就发射几 就开始炮弹就攻击你了 你今天从38度线板门垫 你以远程的火炮 就可以打到手 那你看到这次 不管怎么样南韩确实紧张 可是他也必须把这个态势做出来 韩联社有报道说 其实这次大阅兵的重点 就是在刚刚提到韩国自主研发的 玄武系列的飞弹 南韩自主研发这个玄武飞弹 要大袖肌肉 希望威胁到就是这个北韩 这次的阅兵被视为是韩军秘密武器的 玄武系列的高威力导弹 在画面中间你可以看到 像是这个远端地空导弹 LSAM 还有这些战略武器 都是首次公开亮相 最新型的像玄武4 取代这个旧型的玄武2 它是以玄武2作为基础改良的 另外玄武4-1就是陆机 4-2是海机 4-4是前射弹道飞弹 系列当中还有一个最新的 更新的这个玄武5 是处于研发阶段的战略性武器 弹头重量是有8到9吨 总重达到36吨 被南韩视为是核战略报复的最终手段 好 看到玄武系列这次 他们非常看重 而且是告诉这个特别是北韩不要轻举妄动 不过秉柚对于这个玄武系列的飞弹 它的了解是如何 还有它相对要反制北韩的武器 您的了解是这样 我觉得谈这个南韩的这些对地的武器之前 要先了解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韩之间的协议 它是1979年两边签订的美韩飞弹指南 其实玄武所有系列的飞弹 都是随着这个指南的松绑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当北韩的这个 有点像我们台湾跟 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的817公报一样 你随着现在的情势改变 你的军力有所不平衡的时候 它会随时去做调整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美韩飞弹指南它在2021年5月的时候 完全取消了南韩对这个武力的限制 所以才出现这个所谓玄武5的这个 这一项新的战略武器 它其实非常特别 因为它谈到这个弹头重量8到9吨 这个其实在全世界来看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规格 那我大概稍微比对了一下 它其实有点类似美国现在 陆军在使用的 等于是最高阶的洲际弹道飞弹的标准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单纯对应 北韩的哪一项武器 我觉得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当这个如果美日韩的这个同盟的体系 中间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有顺利运作的时候 南韩手上自己是有一个筹码 可以去应对金正恩在这个平壤总统府 地下100公尺的碉堡 这个是我南韩可以把握住的 就是说假设美国跟日本 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帮助我的话 我手上有这个筹码 第二个也是在美韩之间 他们通常在争论就是所谓的 韩美联合司令部的主导权这件事情 其实争论了非常非常久 那现在到现在的这个 韩美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官 还是美国驻韩 驻韩美军的司令 副司令才是这个南韩陆军的司令 所以这个我觉得美国松绑甚至 让这个武器的规格达到美国最顶尖的 最好的弹道飞弹的标准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回应就是说 我们是让南韩自己有自主的能力 去掌握他自己的这个安全的条件 而不会说我当然我今天要做头头 我觉得他是用这种技术交换的方式 来维持我在这个地方 控制这个秩序的一个优先权 然后那这次看到除了陆上的阅兵之外 韩美同时也派出了这个九艘军舰 还有两架海上巡逻机在这个朝鲜半岛 东部海域进行反潜作战 以及海上射击的联合军演 当中就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像包括南韩的 世宗大王级的驱逐舰 宿古第二号 还有中武公李顺城级的这个驱逐舰 那美国则是派出像是 提康德罗加吉这个巡洋舰就是 罗伯特斯摩尔4号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主要要释放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世董 展现实力 在这样的一个长期赛局里面 当然你要不定时的展现你的实力 作为你赛局里面的筹码 展现不一定会用 但是你必须要让对方知道说 我有这样的一个威吓的实力 但是对北韩来讲有差吗 北韩有被吓到吗 因为每次我们看看过去五年 每次的美韩军演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刺讨 就是新的招式或者是新的噱头 譬如说四年前我记得就宣称说 这是首次的F22军机出现在这样的联合军演 去年好像就是宣称是 有史以来最多美国军机参加这样的一个军演 从北韩的一个立场 事实上总体的军事实力 双方面非常悬殊 北韩的筹码本来就不是说 我有全世界最强的陆海空军 它最大的筹码就是说 我拥有核武 你如果打我 或者是你一定程度的一个挑衅 逼得我出手的时候 对 到最后双方面大家都鱼死网破 大家都不得而好死 但是至少我掌握了主动的权力 我有核武 而且我没有说我不用 而且我展现的自带就是我敢用 它只要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拿军演说 是不是对北韩有政贺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整个军演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看 它在国际政治上的效果 以及内部政治上的效果 国际政治的效果 其实就是大卫营峰会 美日韩峰会之后 美国和韩国的一个具体行动 等于是拜登的一个承诺 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军演 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 在内部政治而言 其实我觉得是拜登跟韩国这边 大家互抛媚言 互相拉抬 一方面呂熙悦 因为借着从大卫营峰会 一直到现在 逐步的抬高它在内部政治的声望 那为什么拜登要这样子帮他 因为在两国的经济交流上面 韩国一直投美国所好 大概拜登所要求的 尹熙悦 他基本上都有提供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觉得这场演习 内部政治的一个作用 高于整个国际政治上的效果 拜登跟尹熙悦各取自己需要的政治利益 但在这个时候看到了 习近平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主动提到要访问南韩 因为23号他在出席 杭州亚运的时候 跟南韩总理在会面的时候 也主动提到了要到韩国访问 那么中日韩三国外交部官员 齐聚在首尔展开一连两天的会谈 讨论的是要重启中段四年的三国领袖峰会 但中日韩三国的峰会聚焦 如果真的能够召开的话 聚焦的重点可能会在哪里呢 好 这个问题我先讲 能不能召开 我先把结论讲 第一个我觉得 以当前习近平大陆的内部的 稳定度的问题来看的话 那么我认为优先于其他的一切 有机会的 对 所以他必须要国内的稳定度 要先能够摆得平 第二个他当前的疫情这三年多来 他的经济下滑的能力 经济下滑非常严重 失业率也非常的高 这些问题他如果不能够解决的话 那么伴车展峰会 对他的意义大不大 第三个我认为 日韩的核心利益 中国大陆能不能提供满足他们 能不能 我认为没有那么容易 再来就是美日的安保这个条约 也让中国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终止了这个会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个会议要开成 我认为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但是习近平不开 我认为也不行 因为拜登已经把这个 日韩的领袖到美国去两次了 然后也在相关的会议里面 也建了一次 换句话说这个苏人不苏政 这个我认为习近平要开跟不开 他的这个全能是非常困难的 OK 因为现在是希望在今年底以前 就能够召开 那现在看来是 也许是有机会的 等一下来关心的是中非之间的关系 因为海警船发生了纠纷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分析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叫铃铛